我內心只有無盡的補助跟痛苦 難道被擄的我們 行車記錄器被拔除 我的手機被弄收取 已經失去任何搜證能力 經歷這麼多可怕的事情 我只能換來司法機關給我 不請訴三個字 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我原本只是希望藉由司法的幫助 幫我爭取我被強行取走的房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居然是一件這麼困難的事 一個與我無關的債務 居然要我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包含心靈上的折磨 還有財產的剝奪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是一顆隨意被人践踏的軟柿子 從事發到提告、偵訊 到現在的每一天 即使是現在 我都不得不提醒自己 這件事是真實存在 而且我要逼自己 努力的想起來那些 我很想忘卻不能忘掉的細節 當時他先沒收我們手機 還有包含我的智慧手錶之後 他就用了一個 我也不知道他拿什麼 眼罩或口罩類的 幫我們的眼睛蒙住 然後就拿那種 水果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種塑膠的書袋 把我們的腳綁住 然後甚至他就是 他就是綁腳之後 因為我坐在一個墓椅上 他把另外一邊就是在捆上墓椅的地方 所以就是我不能離開那張椅子 那除非要上廁所 他們幫我解斷 然後回來再充綁一次 然後手 因為我那時候抱著狗 所以就是用這種姿勢被綁住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三天都是這樣子嗎? 對三天 然後蒙眼是一直到 到台中的律師事務所 樓下的電坯 才被解開 對 你當初有沒有試圖在過程中 可能求救 因為有一些路人遇過或是什麼 基本上因為那個民宅很荒涼 所以沒有什麼路人 而且 我印象中 看守我們的人 在屋內的人 蠻多的 應該有 因為他們會換班 所以就是會一直有不同的人 然後有不同的聲音 然後期間 還有一天早上 是還有一個人 進去拜拜的 那我不知道那個人是屋主 還是也是童母 但是就是 因為我被綁在客廳的地方 所以我有 聞到 就是拜拜的味道這樣子